我现在应该刚刚录录了,对不对? 好,我已经现在开始录录了。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 我们就先开始今天的活动了, 那我要先介绍一下Women Who Paul, 我们就是主要是要激发在科技业工作的女生, 然后能够有更多的表现机会, 那就是我们也会有很多线下的一些活动和女性工程师的聚餐, 那我们就是也都会有很多女性的分享, 那这一系列也是,就是讲者也是女生, 对我们有兴趣可以看我们的FB跟Meup。 然后我们在1月2日, 这个也是超级正妹的那个工程师, 然后资历七年, 然后在写React、Angular等的程式这样子, 也是一个女生工程师哦, 然后她教我们怎么样使用GithubPropiler, 不过这个就大概是要你至少要需要写程式的人, 就是会比较需要用到啦, 就是学习怎么样用GithubPropiler来写程式, 这样在1月24号的时候。 然后那我是Kalia Zhang, 我是也是资历15年的女性工程师, 然后真的很开心能够跟大家在这里度过这么多堂课。 对,也谢谢一直参与到最后一堂课的你们。 那今天呢,就是我会来介绍它的进阶的应用, 就是一些其他的应用啊,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 譬如用Track GPT, 然后帮助我们日常工作, 然后做到更大的事情这样子。 对,那其实后来我没有安排实作应用练习啦, 因为我觉得就是有点内容有点太多, 今天可能会是以我奖为主。 不过就是在那个串接LINE的部分啊, 就是我觉得也可以尝试让你们试试看这样子。 哦,对对对,刚刚阿福我不小心把那个主持人全线给你, 现在又已经又变回我了。 OK,谢谢你。 然后就是, 我觉得Track GPT 很方便的一个地方啊, 就是它其实可以作为输出, 它可以,它其实不只是输出文字, 像上次上次我们的, 就是题目就是输出那个, 图像嘛,对不对。 那除了图像之外, 其实它还可以输出音效啊, 音乐啊,影片等等。 像,然后我觉得它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 其实是它语音转文字, 或者是文字转语音的这个部分。 那这里其实是语音转文字的部分。 那我等等会介绍有一个, 我真的觉得非常方便的一个工具。 对,那这个的话是OpenAI他们自己官网上的工具。 但是这个事实上是要钱, 而且我觉得还不太便宜。 那如果你们就是有需要的话, 其实这个我还蛮推荐的。 我来贴网址给你们。 就你们可以现在如果说你们有一些语音档, 其实你们可以试试看。 但是它其实跟你线上人数会有关啦。 就是这个。 就譬如你有一些语音的档案, 你可以用这个试试看。 它比较好的地方, 其实就是它这个模型, 就是Whisper这个模型, 其实就是确的GPT的模型。 那确的GPT的模型的好处呢, 就是说它不会那个, 就是它的那个辨识能力其实还蛮好的。 就是像你如果用其他的语音转文字的一些软体的话, 很多时候它其实是会, 就是它不知道在, 就是不知道, 譬如说视障小孩, 就变视障小孩。 它其实会变成就是那个辨识, 常常一些有点谐音的它辨识的都不好这样子。 但是确的GPT的模型就是在语音转文字上, 它事实上因为它会考虑上下文, 看你整整句的语意, 然后去辨识你的文字。 所以它在辨识上, 这个就是比起以前别人的那种, 纯粹去辨识语音的这一种的模型好很多。 那它的相关, 像这个Whisper, 上一个是OpenAI自己官方的, 的那个Playground,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用。 那这个其实因为他们就是很穷, 所以要钱嘛。 那这个是, 呃, 因为他们这个模型他们有公开出来, 然后就是, 呃, 这个, YoutubeFace, 它事实上是一个OpenSource的, 的那个, 的, 呃, 就是平台, 然后它就是有把这个, 呃, 就是模型架起来, 然后让我们可以免费用。 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也是可以, 可是它就是有一个小缺点, 就是说,呃, 它的语音一次好像最多七八分钟,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好用。 那我觉得最好用的是这一个, 超级好用。 就是像,呃, 昨天我寄出的那个影片, 不是, 你们如果仔细看, 你可以看到有字幕, 那字幕一字都没有改哦, 就是直接用这一个来产生的。 而且它其实我, 我发现它的正确率真的超高, 而且转换的速度其实也不慢, 这样, 我可以把,呃, 就是我可以弄它下载的地方给你们, pull一下那个下载的位置给你们, 你们其实是可以去看看, 这个,这个真的很方便, 其实网路上也有你们上网查Whisper, 然后,呃, 呃, download desktop, 然后其实,呃, 应该是可以, 可以找到,呃, 呃, 有,有,有文章有推荐这一个啦, 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就是, 重点是它完全免费, 而且它是完全离线的, 就是你不用先把它上传, 而且它你那个, 因为你是离线的嘛, 用的是你自己的电脑支援, 所以它也不会管你说,呃, 就是你这个影片多长, 像譬如说我, 我有时候两个小时的影片, 直接就给它转啦, 反正它就在你的电脑慢慢跑嘛, 这样子, 对啊, 那呃, 它可以还提供翻译功能, 那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那个,呃, 呃, 就是你可以直接转成SRT,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很方便的一个点, 就是说SRT, 其实你就可以直接这个SRT, 你直接是可以用到YouTube上, 然后就它, 而且它会有时间戳, 你看这个有, 它有对时间戳, 然后它这个真的是,呃, 就是, 你中音夹杂它辨识的也还不错, 对, 然后你那个纯中文它辨识的也都, 就是蛮正确的, 这个你这边可以选那个奥克尔佛妹, 就是说你要用哪一种佛妹去输出这样子, 然后你这里是选输出的语言, 然后你这个前面呢, 就是你一开始, 你可能要下载, 我解释一下这里好了, 就是程式是先在这里下载, 然后你除了程式要下载之外, 你还要先下载模型, 因为它就是,呃, 就会看你的电脑的好坏, 就是有,呃, 比较好的就是用可能就用这Million的, 然后比较你的电脑不够好, 或者你觉得Million跑得很慢, 你就用比较小一点的, 然后它就会跑得比较快一点这样子, 它这个你就用不同模型, 然后像这里就是可以, 你就下载了那个模型, 然后就选择你要用什么模型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示范,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Mac, 那其实这个是只能在Windows的, 对, 它是一个Windows Whisper的一个功能, 那你就可以,呃, 就是把在这里点那个你要, 你要的MP4, 然后选择你要输出的formate, 其实有蛮多种的, 就可以看你要输出成一般的文章啊, 就是文字啊,文字档, 然后还是像这个, 就是SRT就是专门的字幕档案, 那这个其实SRT就可以真的就是可以, 就是, 譬如在很多, 很多DVD什么的, 你也可以都可以拿来当, 当影片的字幕档案, 就非常方便, 像YouTube也可以吃, 像你看这里我就可以,呃, 直接就是设定这个字幕, 它其实你看, 这是在播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字幕, 然后就可以直接输出, 然后那,呃, 就是如果有时候你懒得看, 就这个我之前有介绍过嘛, 对啊,就是你, 你,你,你, 有时候你可能,呃, 就是有一些, 譬如会议记录, 你真的是懒得, 懒得不知道, 觉得很烦, 然后你就可以先把它,呃, 弄,弄成文字, 文字以后, 然后再把它弄到TrackGPT, 加上帮忙整理, 这个真的很方便, 就可以,呃, 让你快速的知道, 这个影片的内容在讲什么, 或者是会议记录啊, 然后活动记录啊什么, 其实真的是蛮方便的, 那,呃, 我觉得这个软体最方便的, 就是它没有管你,呃, 就是,就是听多久, 就是那个时间多久, 你就算两三个影片, 两三个小时的影片给它, 然后反正它就慢慢跑嘛, 你就是等它跑完, 像我,呃, 因为老实说是因为我可能我有GPU啦, 所以说像我在家里,呃, 两三个小时, 一个小时的影片大概三分钟内吧, 对吧, 它就可以全部辨识完, 还蛮方便的,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是呃, 可以文声音效的一个, 一个网站, 你们有空也可以玩玩看, 对, 它就是, 譬如, 我觉得以后我们其实,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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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那个,呃, 呃, 个人开发, 这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也是工程师, 反正我觉得之后就是, 因为有这个,呃, 呃, 就是, 就是, 生成模型, 事实上不管是图片, 或者是音效, 或者是等等也会介绍音乐, 事实上你整个, 譬如你要做游戏的话, 你整个游戏需要的素材, 你都可以直接用AI来产生, 这对于很多那种,呃, 呃, 个人开发的, 开发游戏的人啊, 其实非常的方便, 对, 那这个也是,呃, 呃, 可以, 对, 答应音, 它基本上其实也是你用,呃, 中文文打, 就是,呃, 它其实中文也可以啦, 英文也可以, 这样, 然后呃, 像这个中文, 然后我有试过, 我觉得英文还是比较好, 对, 它好像呃, 呃, 对中文这个, 这个它对英文不太行啦, 对中文不太行, 对, 所以我后来还是,呃, 把它转成英文, 你看它这个英文的就比较正常,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女生, 然后狗叫的声音, 你们听得到吗? 你们听得到这个音效吗? 可以听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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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到, 呃, 那我可能就要再,呃, 就你们可能自己试试看, 对, 因为我可能要, 不知道要怎么样分享自己, 自己,自己,自己, 的, 电脑里面的声音, 电脑里面的声音,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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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 看来是真的听不到了, 没关系, 因为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呃, 让它可以, 可以听得到电脑的音效, 对, 然后这个, 这个是文声音乐, 就是你们其实现在也是可以进去, 进去那个文声音乐看看, 不然我试试看能不能直接在这里产生, 然后我就可以把那个网址直接丢给你们, 因为它事实上会有个下载的网址, 嗯, 这里是,呃, 他的demo, 就可以先听听看, 他这个demo, 其实,呃, 他这个音乐我倒是觉得,呃, 反正这个其实你就是, 基本上你就是下你要的prump, 你先想好你要什么, 然后基本上其实就是从prump去改, 像譬如像我刚刚那个呃, 狗叫声, 然后呃, 有一个女生被吓到, 那其实也是我改了很多次, 然后才有一个我比较满意的结果, 基本上其实, 哦, 我们在试这种时候, 其实一定都是,呃, 慢慢试, 然后慢慢去听, 然后听, 听到你满意的结果, 这样子, 这个是就是文声音乐, 然后呃, 我要介绍这个, 就是, 其实在呃, 第一堂课的时候啊, 其实还蛮多人问我说,呃, 蛮多人说, 他其实很, 很希望能够知道,呃, 呃, 怎么样让,呃, 确的GPT,呃, 比较不会有幻觉, 那这个, 关于这个答案呢, 就是,呃, 呃, 当然,呃, 如果我们是使用人家模型的人, 那就没有救了啦, 对, 就是,呃, 如果他的确的GPT就是很有, 很常, 很会幻觉, 就是,呃, 呃, 当然我们就只能做查验的, 查验的方式, 但是,呃, 如果我们今天就是是,呃, 譬如说我们可以客制化我们自己的TradeGPT, 然后,呃, 呃, 我们要,呃, 做一个对话机器人, 像我等等我其实会教对话机器人的制作, 那这个RAG的那个检索, 检索增强的生成其实就非常重要, 那什么是RAG检索增强的功能呢? 呃, 基本上像上面这个流程呢, 就是,呃, 我们原本的原本流程, 就是说,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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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的名字是什么啊, 然后, 然后他就会直接进入这个模型, 然后,呃, 呃, 他就会,呃, price email是什么, 然后,呃, 这个是这个, 然后他就直接回答你, 他可能他就会说他不知道, 那可是,呃, 检索增强生成呢, 他就是,呃, 他会去拉一些资料, 像这个user的资料啊, email, 然后一些更多资料, 然后他会一起带进去这边, 然后他就可以给你比较正确的一个资讯, 那这是一个简单的范例, 就是说, 呃, 原本你问去了GPT, 张可嘉是谁, 然后他说是谁, 我什么不认识, 我根本不认识他啊, 对啊, 这因为就不认识嘛, 对,就想说是谁, 但是如果你能够在, 譬如说前面这里, 然后你就,呃, 有给他一些他需要的资讯, 在这边, 那这样子在, 在,呃, 就是,呃, 确的GPT, 在生成答案的时候, 然后一起带进这些资讯的话, 然后那, 他就可以正常的回答, 就比如像这个, 就是我有增加这个资料库给他, 然后他就会说,啊, 然后他就能够正常的回复, 回复你, 所以呢,呃, 就是是什么让这个模型变得更聪明呢? 那就是,呃, 这个, 你看这边跟这边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这边呢, 就是呃, 他没有五, 五条引用, 他只有两条上下纹啊, 然后, 看那个,呃, 就是, 对, 然后这里他增加了引用, 那这个五条引用呢, 就是这边, 这边, 就是这个红色框框, 这边就是他可以在外面去获取一些资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币他们就是敢说, 啊, 他们的,呃, 呃, 就是TradeGPT, 比较不会, 比较不会胡烂, 那就是因为他其实会在, 因为他们有并这个搜寻, 所以他们就是会在, 你问问题, 然后他会去搜, 先搜寻网络的相关资讯, 然后再把这个网络的相关资讯, 当成这个红框框里面的资讯, 然后一起丢给模型, 然后就让模型就是可以回复的, 更正确, 就是在这样子, 所以并才能够, 呃, 就是宣称他们的模型比较不会, 就是比较不会幻想这样子, 就比较不会画胡烂, 对, 这个就是,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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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有, 有这个资讯, 我们可以看到说,呃, 在乎叫却GPT的时候啊, 其实会有几, 几个东西传入, 这个引用呢, 就是, 就是额外的资料, 然后上下文就是, 其实却GPT他,呃, 你当你, 譬如说你跟他在对话时候, 然后他事实上, 他不会只传你, 你, 你问的那一句, 他会把可能你问的那一句的上面啊, 上面几句全部都传进去, 那这个传进去是要传多少句, 他通常其实, 就是这个却GPT, 他们自己就会有设定, 就是,呃, 譬如你自己如果你在开发API的时候, 你自己也可以设定说, 你上下文要留几个, 这个就会影响到这个机器人, 他会记得多久之前的事情, 就如果说你像,呃, 你设定六个, 六个上下文, 那他可能,呃, 就六个以外的对话他就会忘记, 像你们可能最近就会发现, 那个却GPT现在越来越笨了, 那其实这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 就是上下文事实上会, 就是会, 会让他们资源变重, 因为等于说你传进去的,呃, 就是文, 文章的资料就会变多吧, 对, 然后那他们就是处理的,呃, 效能就会不好, 就会更好效能这样子, 所以,呃, 他们最近不是就, 就是有说却GPT变分, 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其实偷偷的减少, 他们上下文, 他们就会更容易忘记, 那我们如果是我们自己在,呃, 呃, 就是要串接,呃, 呃, 却GPT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呃, 设定要指的上下文这样子, 然后,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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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现在就先来,呃, 呃, 就是演示一下, 就是整个,呃, 呃, 串接LINE的过程好了, 等一下哦, 呃, 呃, 因为我觉得应该这里, 应该还是在解释, 啊, 那这也就是可以生成知识库, 我等等应该会手动就是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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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上网查一下Fanxi AI 我好像忘了用Fanxi AI的文字 然后这个你可以直接就是注册一个你要的账号 这个其实我觉得它还蛮好的 就是它可以完全免费这样子 对然后大家可以先创一个Fanxi AI的账号 然后这个网址就是你可以先申请一个API key 这边然后你可以create一个API key 然后就可以把它砍掉不能用 然后copy完了之后 然后就可以在账号这边 账号然后openAI账号点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输入刚刚那一个poken 这样子就可以让这个Fanxi AI可以连接到你的TradeGPT 对然后后面这个步骤因为我已经做过了 所以我就直接讲第二个步骤其实就是付款 就是基本上因为你如果要创接API的话 就一定是走API的部分 那它就是一定要付费 所以通常其实等一下有一个讯息看一下 就是对就是单次其实最低 像我其实就购买5美金到现在其实也用不到1美金啦 对它其实不会很超啦 对然后就是我们在用的时候大概要了解一下他的顾费的一个概念 它基本上是用token来就是决定它的价格 对然后这个然后你可以有不同的模型可以选择 那我们大概就可以理解说这个GPT3.5Turbo11016最便宜这样子 所以我们等等就可以就选择用这个就好了先 然后它这个是token的最大的token的数量 对那token的数量就是代表就譬如像我刚刚说的 你可以带进的上下文啊 就是你可以贴进去的文章的长度 那这个其实就会影响到还蛮大的啦 对就是你上下文啊 就会影响到他能够多聪明然后多贴心这样子 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先不用那么贴心 然后那这里就是我来介绍一下什么是token 就是token就是譬如说我们就是说你好啊 然后他通常一个像中文的话就是你就大概就是一个 然后好就一个啊就是一个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去测试他的token 你可以大概知道他的token多少 那事实上我们用分析AI你可以刚刚看到 他其实也都会说你这个API用了多少token 那其实他1000对这边他不是都有说 就是用了83个token这样子 对就是代表他大概是83个字 大概我们有点概念就好了啦 然后他最大每一次对话可以传多少token 对然后这有一个测试工具就可以让你知道 就是你每个文章他的token是多少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反正付钱这个你们应该就会了 如果要真的要的话那我现在先展示好了 对那就是与LINE串接 你可以用一般的账号就可以了 就用自己你自己的LINE账号 想请教一下如果用自己的LINE账号步骤是一样的吗 对啊因为这也是我个人的LINE账号啊 就是你平常登入LINE就是你应该有电脑版的LINE 登入的那个账号 对 然后你就可以create一个provider 比如这个我们就叫test好了 好我们就create完了 然后我们就要选择这一个 这个要选择这个Message API channel 好不好这个要选对 哦呃这个 就是选台湾 然后Icon 随便选一个吧 太久了可以公选菜 就是你channel别人看起来的名字 然后Channel就是你channel别人看起来的名字 是我的Ball也好 一定选择 不对 就是这先随便选 这样 然后这个不能不能 咦这个是Optional啊 看还有谁没有 没有 啊这个太大了 图片太大 记得我昨天好像没有 没有用图片可以 这会不会太大 好像101K字 不到了 它应该很小 这样可以了 然后就有几个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一个 这个Channel sequence 然后我们就要回来这边 刚刚那个分析 刚刚我们这边我们已经呃配置账号了吗 对对看一下 对不对好配置完了 然后那我们就要呃产生新的聊天 这边 新建 对这个是我昨天测试的 然后我们今天再测试一个简单对话选择点 简单对话就好了 这样 然后这个 还没有填写介绍 好 然后我们就到那个Lite API 然后这个就是LiteChannelSequit 这边 ChannelSequit 然后另外一个在这里Message API 然后我们就按Essue 然后再把它Copy 这样 这样 这样子 呃他应该就会呃可以可以加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呃来这边 你们可以加入这个Lite 或者是呃你们可以尝试的跟他聊天 对应该是预设的吧 我刚才确定这样子应该 应该就会可以了 我可能也要用我的Lite跟他聊聊看 等等 用我的Lite 等等 在视频里面看流程度 对这就是我刚刚的Cute for you 我想到了 对对对 我刚刚还少了一个步骤 就是这里他会有这个 呃 呃 呃 webhook UIL 少了这个 对不对 这个我们要让呃就是 Lite知道要去打这个分析AI 所以说呃这边 我相信是 外部使用 诶不是这个 是API访问 这个API密钥 这边 对然后我们就要让他能够打进来 对 对 开启 对 那这个 好像是自动输水 那我试试看 嗯 下 再试试看 嗯 就是说他们也做 应该是这个 嗯 是要加這個account 就是那個basic ID 然後還是怎麼樣 對我們就要加這個public key 我昨天好像是直接試就可以了 昨天試其實已經 昨天試的這個這樣子其實就可以了 我沒有試這個 我沒有用這個必要 其實只有看一下這個另外的賬物 我昨天是 昨天我串的是這個賬物 它是後面有帶這個 剛剛這個好像沒有帶 那個好像看起來像是token 對他應該是後面要帶token 對這個沒有帶到token 所以應該是要帶這個 下面 然後後面應該要加上它 像這個 是不是這個 這邊握個hook這邊要再加上這個 然後這樣子 對還要說就是這邊要使用web 你們可以先試試看 就是我昨天試的這個賬號好了 就是light的這個傳結的賬號 像這個賬號其實它就已經 昨天試 我不然之後 回家我再看一下它這個 是什麼 因為我昨天試其實是可以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現在用一個新的 就不太行 我昨天有創的 對 id 對 回去再看一下 因為它其實都只是就是設定這個 就是把webhook設定好 其實都是簡簡貼貼 基本上其實你試久了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我昨天也是試了蠻久了 可能就是貼貼貼 然後我也不確定現在就是不想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所以我回去再試好 然後我可以再跟你們說 那基本上其實就是 你們可以看我另外一個已經試好的這個 然後你們加它其實就可以看到 它已經這個已經有跟 Live 就是這個 其實它就是已經有跟Live連接上 好 那我們用 OK好謝謝 沒錯是這個 上面那個不對 下面這個是已經有跟Live連接上去 下面這個是已經有跟Live連接上去 它到底 我等等再確認 回去再確認一下這個跟 因為我當時其實也是這樣貼 一時看不出來哪裡不一樣 這個 是APP Type 是APP Type 其實Type都是這個是沒錯 這個 也許也是這個 就是Ib 它這個這個 有百姊也成功 我知道了 它好像在那個 它應該是有連成功 我可以試試看它方法這個 因為它它好像就是這個是應該是被Live擋住 所以現在這個帳號要要先讓它就是設定在回 回復的時候不要自動擋住才對 好不然我回去再找給你 但是基本上剛剛那些步驟應該就會完成 對然後到底為什麼現在我看起來 因為我現在的畫面是這樣子 就是它會一直回復說 無法用個別回復個別的訊息 這個應該是Live他們自己的設定 就是說 對 就是你的Live就是要設定成它回復的時候 要打到那個Live button 那它到底在哪裡 這我可能還要再找一下 但是它這個真的是 就是以分析AI 它是真的可以很簡單的串接 像剛剛那樣子其實就已經串接完了 應該只差一個小小的設定而已 對 然後這個就是我剛剛所做的步驟 然後這個就是我剛剛所做的步驟 然後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就是 你在讓TradeGPT它可以去有一個知識庫 可以搜尋 就譬如說我們如果要做我們的店家的一個 客服機器人的話 那可能就會需要我們這個機器人能夠匯我們的知識 那這個時候就是要在這邊它其實我們就可以加入我們自己的知識 這邊知識庫 我們就是按知識庫 我們就是按知識庫 然後按新增 然後就可以增加我們自己的知識庫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它真的蠻蠻猛的 這個這個網站 譬如說你匯入資料 直接分段 它甚至是可以直接讀取連結 譬如說我現在我想要讓它學會我的部落格裡面的內容好了 然後我就可以就是把我的部落格的網址 而且它還可以有很多個網址 把網址然後把它貼進去 它等於說它還可以去讀這個網址的內容 你看它這個就是它就會幫我們分段 然後就可以讀這裡面 然後它就會自動分段 然後分段裡面的內容 讓它成為我們的知識庫 那這樣子以後我們就按確認 匯入 因為這個資料可能比較大 它就要生成一陣子 那就是你確認匯入之後 然後你可以再就是譬如你剛剛的這個對話 你剛剛這個對話 然後你就可以加上選擇你要的知識庫 就是應該要先退出聊天 用我昨天測試的這個Line傳接 然後我們就用高階編排 然後我們在這裡選擇這個知識庫 就是知識庫選擇 然後我們就可以選擇剛剛我們這個設家組 隨便的一個條款 然後我們在這裡選擇 你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就是可以 你這裡它就會有 這個應該原本就會長得類似這樣 你只需要再加按加 然後選擇知識庫搜尋 然後把它拉進去 然後把這個點點 就是拉一拉 就是譬如說這個使用者問題 它就拉來這邊 然後聊天紀錄 它本來其實就拉好了 基本上你只需要把使用者問題先拉來這邊 然後再把 再把 就是 引用內容 然後再 再拉來這 就是它其實使用者問題 它原本這條線是已經在了這裡 它是 不然我用 用新的 新的 展示一下 好了 用新的這個 Line 剛剛新建的照片 因為這個我已經設置好 因為這個我已經設置好 它原本其實是長這樣子 這個就是 基本上它其實就是 它會直接連到你的Track GPT 所以剛剛其實問題應該是出在Line帳號那邊 就是Line帳號它沒有把這個資訊丟過來 分析AI 所以等等 其實我會再查就是Line帳號那邊 它一定是 一開始 我現在它會一直一直回那個 我不能接受個別訊息 一定是這個訊息要把它 就是拿掉 然後它才會丟這個訊息過來 對 那因為我 我之前其實很久之前就有一個Line帳號 然後可能當時的設定跟現在的設定不太一樣 但我當時也是串完 串完就沒有再用了 對 然後 基本上就是 你這邊要讓它能夠變成你自己客製化的Track GPT 的 那就是知識庫搜尋就把它拉過來 然後基本上就是把使用者問題也丟來這裡 然後把這個引用的知識 引用內容這個線 有沒有看到我在拉線 對 然後這樣子其實它就會變成說 你問的問題它就會 我們可以來Test 雖然說它現在在Line那邊串接沒有串好 但是這邊應該是已經串好了 可以先立即來對話 剛剛我是用什麼 嗯 不然問他介紹可以他有帳號嗎 因為我剛剛好像有用介紹 他沒有他沒有用到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來看一下他為什麼 我剛剛好像沒有存進去是不是 你看他現在就在虎賴 就是這個就是沒有 我們等等可以用 讓他變成有用Track GPT 之後 然後再來看 就是有用自己的資料庫之後 他就不會虎賴了 他現在你沒有用 他就是一個就是虎賴狀態這樣子 對因為他好像要儲存 我剛剛忘了按儲存了 昨天好像也有就是忘了按儲存 你用逆容這邊進去 你用逆容這邊 他这个编码我之前是也是他跑超久的 就是这个资料库可能要跑很久 就是 这个对这个资料他会要都要跑很久 其他资料看他跑多久 跑完了 好好好那跑完了 那我们就可以问他问题了 那我们再问这个 再来介绍加介绍一次 你看他就没有用引用 再介绍一次 他说我没有用那个 他说因为我要选那个知识库 因为我刚刚进去的知识库 但是你看他这个就是串接到知识库了 然后我们就来继续让他串接知识库 高阶编码 这里我们要选择知识库 就是选择我们刚刚用的这个 对然后我们再来出锁 那我就回去再来聊天 他刚刚就不给我 再介绍一次 你看他就会先搜寻 clare 账 什么他没有 因为可能没有搜寻到 刚刚可能没有这个内容 可能我这个about me 我根本没有说我是谁 所以我好像没有讲我的名字 好烦喔 烦 这好像是图 对 我这里没有讲我的名字 他不知道我是谁 好烦喔 那我看一下我的内容 部落格里面有什么 好 分析PDF的好工具有哪些 问他这个了 因为他其实是会去搜 资料库去搜寻 如果他没有搜寻到 这个内容的话 其实他就不会附进去 对 他附的引用可能是比较无关的东西 所以他还是不知道我是谁 就变企业家 谁是企业家 你们应该看出来 这就去GPT的书 好 因为我之前问的其实是比较 针对性的 像这个我可能问的还是太 因为刚刚汇进去的资料 有点 我其实不知道我汇了什么 所以会比较难搜寻 对 他这个其实你看他已经有说 这个好工具 他其实是有汇入这个 只是他可能 可能就是在他处理 就是这个引用 事实上我们一个引用不应该太长 他这个引用太长 他们就会 Tribute 就会判别说他不太符合 像我之前我在试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之前试的时候的那个知识库的内容 基本上最精准的知识库的内容 事实上是问答 就是说一问的答案是什么 就是基本上你在这边你只要 譬如说你这边的是汇入资料 你是用直接用问答 手动输入QA直接用问答的资料 就一个问一个答 那他你问什么 他一定会答什么 这个是会最准确 然后像这种分段的话 他其实就会变成一个参考资料 可是像因为我刚刚输入的是网页资料 那他可能就是没有整理过 然后那个确实GT看不懂 然后他就会 就是比较回答的不太像 所以其实我们在输入资料之前 就是资料有没有整理过 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 像我之前输入的 就是我也有把我们协会的资料 输入进去 因为其实是用同一个 同一个知识库啦 所以你问他服用协会是什么 他应该是比较能够正确的答处 今天真的是很不是我的日子 想请教一下 那那个 因为刚才我们汇入的时候 他是自动去生成文字嘛 那我们可以去修改那些文字 比如说让他更简洁 或者是说是更符合我们要的回应吗 所以他其实还有别的啊 像他除了网页的那种你就不行 可是他其实也是可以 就是直接用CSV输入 那就等于说你就已经整理完了以后 让他直接协识 那一定是会比较简洁 而且他的分段也会比较符合他的预期 像譬如刚刚那个分段他会把很多 就是不相关的内容分在一起 基本上建议是要就是比较类似的 比较类似的就是 就是那个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啦 都在讲逢一件事的这一段 然后不同的事情 像刚刚其实因为他是自动分段 所以他就会变成 而且刚刚那个又比较乱 所以说因为我这个是一个首页 我刚刚那个是首页 所以他其实内容超多 而且都断掉 就是可能前面简介 然后后来就断掉了 然后又是又图又稳 所以他就会比较难了解 我到底在说什么这样子 就是他的分段就会分不好 但是通常像我这个 就是用一个就是握的档 然后握的档里面就是好好的 把它一个段一个段这样子分好 然后或者是你直接CSV输入 就是你可以看这个CSV的汇入 跟知识库 跟那个就是Q&A的汇入 直接分段就是他会帮你分段 但你可以手动输入 就是输入一个知识点 就是你一个问题 然后他预期要回答什么 但他其实没有很笨 他不是说你一定要问的一模一样 他其实就会譬如说你的商品 你的店家商品有哪些 然后他可能问题说 可以介绍商品吗什么 然后他可能不是问可以介绍商品吗 他问说你们到底卖什么 他其实也会用这个一样的答案 他自己会去判别语意类似的 这个其实还是稍微聪明点 这样 然后基本上刚刚那样子 他其实就 虽然说他回答的不太好 那是因为我输入的资料不好 但是事实上 像我之前好好的输入 我们服用的资料的话 就是不要认真输 因为我之前用word输入 他就不会这么乱 然后因为所以 对 AI 这非常重要 就是garbage in 就是garbage out 就是如果你输垃圾进去 他其实就会是垃圾出来 就是其实你输入的资料要整理过 就刚刚资料和知识库那边 那反正重点是你们看到他 他有用 只是你看这个什么 这个上面很 就是很乱啦 所以你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样子 分析 AI 不用 我觉得其实我会介绍这个 就是分析 AI 本身完全不用钱 对 然后Libro也不用钱 你唯一要付钱的 就只有Track GPT 的 API 然后而且他其实并不会很贵 如果你是只是用一个诊所 而且对对对 你在这边 事实上刚刚那个高阶 高阶设定 他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分析 AI 现在是完全免费 以后我不确定 但至少现在是 你这边其实你是也可以做 那个问题分类 就比如说你们公司现在只要 就是介绍产品或者是定位 或者是某一些功能 然后你可以分类在这里 就是那种问题分类 就是让他一定要是某一些问题 然后比如说他这个也没有那么笨 他是也是会 就是譬如行别是打招呼 那他说哈喽或招啊什么 他都会弄到打招呼 他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模型他都是可以理解在说什么 然后或者是关于定位啊 关于产品的 然后那你才 就是他这个是判别是不是这些 然后如果是的话 然后你才触发 对可以这样子 就是 或者是 是的话你才触发 就是去去去去 TradeGPT 这样子你才不会就TradeGPT被不停的呼叫 这样子 对因为TradeGPT本身 就是呼叫他API要钱 这样 那事实上你也可以在这边去设定 就是TradeGPT 就是我刚刚不是花了一点时间 在跟你们讲说 就是他的钱怎么计算 那这个就是你就会有点概念 就是说他这个其实是可以设定说 你回复上限制啊 就叫他讲简单点好不好 这样子 就叫他不要讲太多 废话少一点 然后你也可以提示 譬如说回复说 一律使用中文 网络上你们其实可以找好看 但是我觉得不知道 就是 这个是我一个 就是 他们在人工智慧学院的朋友 推荐的 他们这个 现在还没有很多的手册 对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他的界面 其实还蛮好懂的 所以 基本上你自己尝试拖拖拉拉 像我也是自己尝试拖拉 然后就就学会了 然后你这边就是 跟我之前不是去GPT 我好像跟你们讲过 就是说在第二堂课的时候 有说过就是提示词 就是说 譬如说 叫他要怎么样回复 你们去查我第二堂的那个讲义 你们就可以知道这里要怎么写 就是这里就是可以叫他 确实GPT 他要怎么 怎么样去回应 譬如说一律使用繁体中文回应 类似这样子的 他就可以一律使用繁体中文回应 或者是就是一些限定 就是说就是就是一些对话的范围 譬如说你要用什么样去回应之类的 你就可以去他这里其实你按这个 他都会有说明 就是基本上就是引导模型怎么样回应 对然后就是引导他 他就是他也会就类似你在HLGPT这边 setting就在第二堂课 我们这边有不是有 cutting instruction 这边设定的内容 对基本上其实就是有点类似 我们就把它设定过来这边 然后那就可以让 这个模型成为包括刚刚的那个知识库搜寻 然后就等于说你可以传一些档案让他学习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就是这边限定词跟系统提示词 这边这两个设定 你就可以让这个TratedGPT能够照你的方式去回复 这样子我们就再加上那个Libro 这个真的是应该是刚刚 这就是要检查这里的 检查他 可是我觉得我回去再慢慢检查 到底是哪一个地方没设到 因为我之前前面这个Libro 是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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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的 我猜他可能有一些设定 跟现在预设的不一样 对我当时创完以后都没用 所以我想说都一样这样 好 然后但是分析AI这边 因为是我昨天才整个试过 这边应该是没有错 我刚刚那个没有串起来是在Libro这边 对然后我们就是用用去看他有没有引用到就可以知道他有没有正确读到资料铺的资料 像我刚刚看了以后就知道他有正确引用到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好好回复 而且你看那个资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有点乱就代表要回去好好的整理我们的资料 这样子 对然后这个就是我刚刚有说过 好完成 然后那后面我要讲那个快速带过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这个其实我主要为什么会带到这个就是我想让大家了解说就是去的GPT他除了就是我们这样问话然后跟他冷销为这样子以外 事实上他还有就是包括就是在我们日常办公室现在很多公司都想要导入这个就是就是全公司的这个Chair GPT 的一个模型 为什么因为他如果你真的就是让他进入你的工作流程事实上他真的是可以大幅的降低你的日常的工作的一个量 对那本来其实很多公司就有在用RPA那这个RPA其实他有已经有很多现成的软体了那他就是说有一个剧本然后譬如说当你收到订单的时候他就会自动触发然后把这个订单丢给这个某个系统 然后这个系统然后之后然后他扑回什么之后他再丢给什么系统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子一个工具那这个当他他就可以就就是我刚刚说的范例他就可以减少很多人为失误就是把一些很固定的流程然后交给这个RPA系统你把它串好了以后 譬如说人家给了一个e-sale然后后来他就自动把它放进ERP然后ERP就会产出一些ERP的资料然后后来他就会把这个ERP的资料回回回回加进这个e-sale里面对他可以可以可以加e-sale的资料然后他再弄好了以后然后他就可以寄一封email然后通知这个采购的采购端然后说我们结束了做好了 这样子然后那就是RPA再加上AI事实上他就是可以让整个RPA的流程就是更聪明这样 然后这里其实就有讲到说有一个范例就是说你可以透过TrackGPT协助撰写工作周报 那这譬如说你就是可以等于说几乎全自动他就可能你就把固定把一些资料丢丢丢丢到那个某个就是云端硬碟里面然后每周一周时间到了他就会自动从你那个云端硬碟里面然后整理那个你的工作周报然后寄给你的主管这其实就会变很聪明就譬如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每天上班的时候 我们就会填写我们今天上班在干嘛然后那可能就TrackGPT就可以自动帮你整理给你的主管 然后这是常用的RPA的工具就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然后我自己试的是这个 对然后因为我真正的RPA事实上你要去RPA的网站弄但是我这个就是试的是用ProcIn 就是其实现在就是RPA也可以用ProcIn就是用TrackGPT Plus的ProcIn的功能来做到那你看这个就是我的Google的联络人 譬如我有个联络人名字叫做周六好了对然后那你看我就说请你帮我搜寻Google联络人中周六的资讯 然后那他就会去搜寻看这右边这边他就去搜寻好我已经搜寻到了然后就可以告诉你这个联络人的资讯 基本上他就是可以等于说让你TrackGPT可以跟你的应用程式联动那他甚至是可以就是譬如说帮我产生一个然后存到我的Google Google硬碟里之类或者是直接帮我查我的日历那这个其实日历的话基本上他们ZAP就已经直接有出一个GPTS就可以查你的日历 给这个email就我自己啦然后是然后你就看这边是一个Gmail 然后他自动就会帮我寄信就是刚刚RPA的功能吧 就是他就会自动寄信给我自己这样子 那这个事实上你这个是因为我现在是驱动点是TrackGPT 但是事实上你是可以在RPA的工具那边譬如说设定每周固定 然后他说来来驱动这个TrackGPT 然后TrackGPT然后再帮你譬如说汇整周报的内容然后再自动发email给主管这样子 那个这些串接的设定都在那个平台上可以使用这样 然后那个这个平台上设定平台就是整个这些这三这四个是最大用的 对然后比较 这两个是比较是企业使用 对这两个是比较企业使用 那个人使用的话就是这两个比较适合 这个是各种规模啦都可以用 Mac是各种规模 然后像Wrapper这个就是比较适合个人 像我就是个人所以我自己是使用Wrapper这样子 这个就是Wrapper 对我这个是Wrapper用的 这个我是用Wrapper 去读那个Google的文件 这个就是 但是他会算出 他真的很烂 对 这个很恐怖 我觉得真的我们还是像我第二堂课说的 就是我们用ECL的公式叫ECL算 不要叫TUBE算 他算读了大弹会出 好 然后那这个 呃这里如果你们真的对Wrapper有兴趣的话 就是可能你们还是要看你们应用场景在哪里啦 就是像Wrapper是比较适合这种个人 你可以就可以来这里 因为我像我之前试的是Wrapper这样子 就可以来这里看 然后他这里都会有很详细一步一步的介绍 你基本上看了你应该都知道 然后还可以 Plug-in也可以自动生成履历表 譬如像我这里就写了一个拉杂杂 然后叫他帮我说 哎帮我弄个履历表 听说说这对我很重要 他就会更好好写 然后呃这个也是这后面我就是大致带过就是呃 呃那个他的呃就是就是那个书要要钱版的功能 就是第一个就是读取PDF的内容 但我第二堂课其实我也有讲过 呃就是你不用PDF 呃你不用就是付钱 你也可以读PDF的方法嘛 就是呃用插件 然后他也可以呃直接呃 如果这个是呃plus 这是要钱的就直接给他这个网页 然后他其实还是可以 还可以去读网页的内容 呃就是没有我现在讲的都是要付费的 他跟印都要付费 对 然后包括像这个也是就是这个付费是 这个这个是你付费自己就有 你不用装plug 你就直接给他一个网页 然后叫他去列出就可以了 然后那像这个的话 这个也也不用做什么 就你付费就可以了 就我介绍一下付费内容 对就快速带过 这个就是要用这些外挂 就是文件生成啊 独以色有的外挂 看这个外挂 这个他也是要用这个独以色有的外挂 他才这个外挂也都要钱才能够用 然后他可以去读网页 然后就可以帮你 而且可以汇出成csb这样子 对然后就可以汇出一个csb看看 然后这个就是他的内容 他的内容就可以帮你就是解析 直接就可以就可以 你就可以直接用他来当爬虫了 你就不用自己写爬虫 但是他也是爬得很烂啦 对就是常常爬不好 就是一个带改进的爬虫 但是至少就是如果是比较简单 然后他有做很把五障碍做得很好 像我现在为什么拿政府的来做 因为政府就会被要求要五障碍的 对所以他们就是会比较好解析 可是有时候有一些网页做得很分析啊 就是什么动画在飞来飞去 那种可能他也是会比较难有 好今天终于比较早结束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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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